据台媒报道 解放军军机继8日三度进入台空域后 9日凌晨20许再度进入所谓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创下今年以来最早记录 台空军宣称在空警戒并广播驱离 报道称 解放军军机本月累计进入台空域6天 本月台空军广播驱离记录共计12次 2021年以来 解放军军机累计进入台空域106天 台空军广播驱离记录达315次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东部战区早有回应 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此前曾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张春辉强调 战区部队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